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囉 各位全國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禮拜五 歡迎收看今天的股民當家 我是李悠 那台北股市今天突然出現一個驚天動地的變化 因為川普他又講話了 他說這個地方他要針對中國剩下的3251的商品 再額外克徵這個10%的一個新關稅 導致你說台北股市今天下跌182點 那這個地方是跌得非常的重 好 那這個地方呢我先講結論 結論就是說昨天的盤勢 其實這個跟今天是完完全全不一樣的 因為在昨天的時候其實還是有很多股票 在持續往上創新高 好 那這個外資法人的一個心態 因為這個新的事件產生 導致於說今天跟昨天對於後面中長期的看法 產生了一個什麼結構性的一個變化 是完全不一樣的 因為這是一個會影響到經濟實質上的一個大影響 所以很有可能是一個波段大跌的一個開始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台北股市 台北股市6月19號這個川席通話 那一天是漲208點 7月1號川席的高峰會是漲164點 今天這個位置它完全跌破了 那我們之前跟各位投資朋友報告的 1080年其實在昨天就已經跌破了 禮拜三的時候就已經一度盤中去做測試 雖然收盤有小幅度的站上 但是在禮拜四也跌破了 但今天更明顯了 今天它不但跌破 而且它還把這個季線 甚至於半年線都整個完全跌破 上面這兩條線就是季線跟半年線 好 所以接下來一定會有很多的專家跟你講說 接下來就看年線的支撐 但是這個地方 你不要去奢望年線在這裡 會有什麼樣強力的支撐 因為今天的下跌是帶大量的一個下跌 再來就是因為我們剛剛所提到的結論 是完全不一樣的 因為它是一個經濟性的一個實質的一個影響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情況為什麼不一樣 你看這個地方 今天的下跌跟我們上一波下跌 你覺得有一樣嗎 其實是不太一樣的 因為上一波的下跌 它往下跌過程當中 它下面是有支撐的 是有一個比較長線的均線支撐 因為它前面它是一個很明顯的 從這個今年的年初漲上來一個大波段 它往下跌 它跌到這個支撐 它是有機會反彈的 問題是今天8月初的這個下跌 它在這個地方均線已經糾結了 這是日線 均線已經糾結了 它的指數是直接跌破這個長天期的均線 所以這個地方 這一次跟4月份當時的下跌 已經不太一樣了 已經不太一樣了 好 那如果從加權股價指數周線的架構來看 從周線的架構來看 我們正一直跟投資朋友分享說 這個地方要特別的小心謹慎 你會很特別的留意 為什麼 因為從周線的架構來看 它是一個收斂三角的一個形態 什麼叫收斂三角 這個地方 反彈之後碰到前波高點的附近 冯高要站在賣方 之前我們一直提到 冯高要站在賣方 它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你看下面這個地方 今天剛好台北股市收周線 收周線的時候 確定了 已經確定了 KD死亡交叉 而且這是第一周而已 所以接下來這個地方 你看從K線的形態上來看 它已經形成一個M頭的一個形態了 已經形成M頭的一個形態了 好 那再來是我們早在7月26號 我們就特別提醒大家 那時候我就感到有點憂心 為什麼 因為台北股市在上禮拜五的時候 有沒有 那時候我們還特別聽大家說 這個位置很尷尬 它經不起一根長AK 因為當時24號左右25號 這個KD指標就已經收斂了 那這個地方25號已經確定 死亡交叉向下了 那時候我還特別的畫一個模擬的K線 如果它跌了一根長AK下來 也跌破10800的關鍵轉折 假設發生的時候 你應該怎麼辦呢 那我只有給一個建議 你就依照好個別的不同的股票 因為每一檔股票 我們在進場之前 我們會先預設它的出場點 停損點 那你就依照停損停列價格 你就依序出場 不要去做一個懷疑的動作 那4月26號 這個地方大盤在11000之上 跌到5月29號跌800點 那這一波反彈上來 其實這個上跪指數 在這個禮拜禮拜一 它就已經跌破均線糾結的位置了 而且那一天 禮拜一跌幅特別大 跌1.37% 所以禮拜一的狀況 跌破所有均線 跟4月26號當時跌破所有均線 它是由小型股帶動 率先大盤往下做一個下跌 所以這個現象 跟4月26號當時的現象是很像 所以我們還特別在禮拜一提醒大家說 你要小心這個趨勢有可能會出現一個反轉往下 那這個地方 這禮拜四 昨天我們還特別提醒大家 這是大盤 大盤這個地方 你要小心重演 今年5月以來大跌800點的一個走勢 為什麼 因為3日之內 它已經跌破關鍵價了 3日之內沒有站上去的話 有沒有 上跪 你看這個上跪 上跪是在4月26號 它會 它就已經率先跌破所有均線 那7月31號是禮拜一 上跪領先大盤跌破所有均線 可是我們看到禮拜四 這個地方大盤 它也均線糾結 也跌破所有均線 也跌破這個關鍵價 10800 那10800 我們還特別給它一個小小註解 為什麼 我們說3日之內如果沒有站上10800 8月份你要看得很保守 為什麼呢 因為KD指標當時已經修正到低檔 昨天修正到低檔 那我們還提醒大家說 這個地方 15、30、60分 短線有出現背離跡象 什麼叫背離跡象 價格破前低 但指標沒有破前低 所以有一個契機 什麼契機 明天就是今天 禮拜五 它必須要開高走高 你重點前提是你要開高走高 這個背離才會確立嘛 但是今天 因為川普 他說要課增10%的這個關稅 針對剩下的3250億美元的商品 所以他基本上他就已經直接開低了嘛 所以他已經 這個契機就已經被打壞了嘛 就完全不發生不成立了嘛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就被他的這個一句話打壞了 所以川普他說的是什麼 他說9月1號起 對這個中國蘇美產品3000億美元 有沒有 課增10%新一輪的關稅 這個影響程度有很大嗎 有些投資朋友說 之前2500億25% 今年年初至今不是都漲上來了嗎 但是別忘了 這剩下的3000億美元 它所課增 所範圍是相當相當廣泛的 是涉及到一般民生的這個必需品 消費品上面 所以他不但會影響到中國 也會影響到美國自己的老百姓 好所以現階段 本來就已經有2500億25%了嘛 再加上3000億 3250億剩下這個商品 合計等於說 所有中國進口到美國的 出口到美國的產品 全部都已經涵蓋在這個關稅的範圍之內了 那我們看一下 這個整個關稅戰的一個過程 你看這個去年 去年的10月份為什麼會跌這麼兇呢 因為在去年的9月底的時候 川普他說 針對中國2000億美元商品 課10%關稅 所以中國馬上就反擊啊 他說我針對這個美國的產品 600億課增5到10% 所以因為9月份的時候 有這個2000億跟600億美元商品的這個 你往我來嘛 那這個地方直接下跌1700點 好那 在這個地方在今年的這個5月份的時候 為什麼他又跌了第二次 跌了800點 因為川普他針對中國 原來的這個2000億美元商品的關稅 從10%把它調高到25% 那大陸這個地方 他也從這個5到10% 把它分別的按照不同的商品 把它調到5到25% 所以這個地方他也跌了800點嘛 現在新的關稅 川普怎麼說 他說剩下的商品 3000億左右的商品 可以課增10% 那甚至於如果沒有辦法達成協議 因為他們相約9月份 要在美國見面嘛 他9月1號生效 如果接下來沒有辦法達成協議 他甚至於有可能把它調高到25% 那重點是現在才8月2號啊 從8月到9月還有整整一個月時間 中間這一個月都處於一個不確定性的一個狀態 在這個不確定性的狀態 你說他到底要跌多少 這個說實在的我們猜不出來 但實際上只要不確定性因素存在 對於股市的干擾就會一直不斷的存在 好那這個新的這個事件 他對於中國的衝擊如何 他是一定會有衝擊的 因為原來25% 2500億美元的這個關稅 他是一直不斷的持續存在嘛 所以一直不斷的持續存在 狀況之下有沒有 他讓中國第二季的GDP 已經創27年來的一個新低 那美國的部分呢 美國他本來農民就超慘了嘛 他的那個黃豆大豆這些農民 其實已經農產品都賣不出去的 好但是接下來最新的這波關稅 他客擊到這個所有一般的老百姓 一些家庭裡面所有所需要使用到 十一住行娛樂商品通通都包含在裡面了 因為我們知道 中國的這些產品 民生必需的這些產品 他是賣的售價是很便宜的 你現在全部都要課徵關稅 到最後還是會打到美國自己 所以接下來這一波關稅有超過三分之二的影響 他會集中在美國標普500大的這個企業裡面 有些科技類股還有一些非必需的消費類股 那非必需的消費類股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那他只能夠把他的售價提升 轉嫁給一般消費者 那有些消費者他如果他覺得不需要 他可能就不買了 好所以這個情況會變得特別嚴重 所以我們看到美國 其實美國本身自己的問題也蠻大的 那美國雖然還沒有陷入正式的衰退 可是IHSMarket他最新公佈的PMI7月份 他是掉到50 50以下就正式進入一個衰退狀態 可是我們看到 從去年貿易戰開始下半年 美國的製造業景氣就一路往下跌 再來是昨天公佈的ISM製造業採購經驗指數 最新7月份多少是51.2 他又比上個月往下跌還是一路往下跌 那我們可以看到 在之前這個油價崩盤的時候 他是掉到50以下 那在上一次是2008年進入海校的時候 他也是很明顯掉到50以下 當時的情況都讓股市出現一個蠻大的波動 現階段還沒有到50以下 所以美國他為了預防這種狀況幹嘛 他就是降息嘛 所以川普他一直責怪這個鮑威爾說 你讓我們失望 為什麼他覺得說不夠積極 因為他沒有降一次降兩碼 他只降一碼 甚至於他對下半年是比較 持一個觀望的態度嘛 那因為川普還說 你沒有考慮到我們跟中國 還有接下來他還要持續對歐盟 做一個貿易戰 甚至於他指責歐盟跟中國 透過貨幣貶值來讓他們產品 增加出口的競爭力嘛 可以進一步的消弱 這個關稅的一個影響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這個美國總統川普 他是大聲幾乎一定要多降息 但是Powell Powell他說 當你們認為說這個降息的週期 是一個長的週期 他們不這麼認為 他們認為說這個地方 他是暫時一個中期性的調整 好 可是他後來又補充了 因為市場解讀說可能就今年降這一次 可是我們實際上 我們看到這些經濟數據 其實是蠻差的 是不好的 是正在走下坡的 Powell他就補充說 我並沒有講這只是一次性的降息 就是說他保留一個彈性的空間 其實在經濟數據如果變差 有一個新的世界 譬如說像貿易戰 又新的一個3000億的商品 客增10% 搞不好9月份 他就有可能再實施 另外一次的一個降息 好 那這個地方就變成說是一個 有可能另外一個 新的小反彈的一個契機 不過在這個契機 還沒有發生之前 那光8月到9月之段時間 你就要先行做一個避開 那接下來中國到底會反擊 我認為中國 勢必會做一個反擊 重點是 他的反擊力道有多強 還有再來是 他要拿什麼反擊 那目前為止 他出口到美國商品 5000億都被他課稅 問題是美國賣給中國的產品 很少嘛 才1000億左右 在這種狀況之下 他可以用的牌不多 因為他已經克了600億商品的關稅 那接下來就是稀土牌 那之前有去看過稀土的基地 好好地調查這個稀土的 這個蘊藏量還有應用範圍等等的 所以今天台北股市加隆跟中佑 就特別的一個強勁 這是兩黨今天的稀土概念個股 各位投資朋友可以留意一下 那台灣呢 其實台灣的經濟本質算不錯 在貿易戰的影響之下 日韓的貿易戰 今天南韓確定被這個日本 從白名單當中拿掉 就是他取消他貿易最惠國的待遇 就是說所有從日本要出口到南韓的東西 南韓的商品全部都要經過一個嚴格的審查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這個地方讓日韓貿易戰變得更加嚴重 所以台灣有可能會迎來轉單 就像美中貿易戰這個地方 為什麼台灣的第二季經濟成長率 他是在亞洲四小龍之冠是2.41% 為什麼呢 因為南韓的單子可能有些跑到台灣 你看南韓是2.1% 香港0.6% 新加坡更只有0.1% 產到一個無以復加 所以這個地方台商在上半年 那歸於返鄉 回來投資金額已經超過800億 那電腦超過500億 那再來是電子跟光學產品 有沒有 對美國的出口也大增超過90%以上 這個就是一個貿易戰之下 對台灣的一些相關的廠商有利的地方 所以現階段你要近代大盤落底之後 接下來再迎接台北股市2020的一個選舉行情 所以現階段盤還沒有直穩還會跌 那當大盤在跌的時候 漲時重值嘛 跌時重視嘛 在漲的時候 所有的人會告訴你這股票基本面怎麼樣 可是在跌的時候 根本就沒有人會去管這個公司的基本面怎麼樣 因為跌的時候你要按照技術分析 按照你原先所預設的一個停損停利點來做一個出場 因為跌的時候就是比大家看誰砍得快 砍得慢的人 後面再跌下來的時候別人會砍 所以在這個地方市場還在懷疑的時候 你要嚴守紀律 因為你出場點到 你就是把手上股票出掉 那手握現金等待下一次的機會來臨 因為在這個情況我們剛剛提到 昨天跟今天完全不一樣 因為昨天還有股票創新高 再來是昨天他並沒有宣布這個貿易戰新的關稅事件 那今天在這個新關稅出現之前 這個地方情況已經完全不一樣了 所以接下來各位投資朋友要好好思考一下 手上部位的一個操作 還有接下來要用什麼樣的策略來應對 那很多好的股票呢 其實他在這個情況之下是有可能被賣下來的 會產生一個超跌狀態 那當好的股票出現超跌狀態之後 你再來去買它 你才會有一個超額的報酬 跟一個超額的利潤 好的 那以上就提供給各位投資朋友做一個分享 那我們下禮拜見囉 拜拜 拜拜